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城市语言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城市语言电视教学节目 在今天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所要播讲的主题是 Dave C++整合开发环境的介绍 我们在今天的讲试里面 所要播讲的项目有底下几个 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们怎么去执行 以及关闭我们Dave C++ 这个整合的开发环境 那这个Dave C++整合开发环境 其实它是一个软体 我们只需要在电脑里面 去执行这个软体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会说明 这个Dave C++整合开发环境里面的下拉选单 然后我们为各位同学所介绍的是你的主视窗 以及我们各位同学所看到的专案视窗 然后我们会说明城市的编辑期在哪里 也说明状态显示区是在什么样的位置 接着会说明下拉选单的功能是什么 快速键的功能是什么 最后我们会用一个程式来做整体的说明 以下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执行跟关闭我们的Dave C++整合开发的环境 首先我们先进到我们的电脑 来看一看Dave C++到底是什么样的软体 其实Dave C++是一个免费的软体 也就是一个free的software 你可以在下列的网址里面去下载这个软体 然后我们在这一本书里面所使用的是4.9.9.2的版本 这也是最新的版本 Dave C++其实它是一个整合的开发环境 它使用GCC的编译器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通用的编译器 而且它会支援GDK Plus的图形界面 以及OpenGL的样板 同时也能够开发视窗程式 那当然我们在这一节里面 将只介绍怎么样来使用这样的一个 整合开发的一个环境 那以下我们就先来看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使用它 我们在今天的部分 我们先从电脑开始 我们先看到我们一般的电脑程式里面 打开你的桌面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在左下角会有一个开始的部分 那当然每个人的电脑都不太一样 那开始以后我们找到你的程式集 同时我们再去找到你的Brushed Dave C++ 里面有一个Dave C++ 城市 然后按一下它就开始出现一个初始的视窗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Logo Dave C++ 然后这个程式在载入以后 我们就会进到我们的Dave C++ 的这一个软体 所以从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说 你要进入那你就要先执行这个程式 那执行之后你就可以开始使用它 那我们当然再等一下就会告诉你怎么去使用它 那如果你要把它关闭 很简单 右上角有一个打叉 或者是在档案里面按下去 最下面有一个红色的打叉 那两者都可以 那我们就先直接的把它关闭 那关闭以后呢 我们就把刚刚的程式就把它给消除掉了 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一个部分 那底下呢 我们再看今天所讲的第二个部分 那就是Dave C++ 整合开发环境下面的下拉选单 那在这个整合开发环境里面 我们通常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主视窗 主视窗是整个外部的视窗 这个外部的视窗 我们基本上可以去做放大缩小 甚至于关闭 就像刚刚我们在右上角 可以打一个大叉一样 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专案视窗 它会存放着你一个专案里面 有哪一些城市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城市编辑区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基本上是在做城市编辑的使用 第四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分成状态显示区 那也就是说你在编辑城市的时候 有任何的状态 它就会出现在这个部分 那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下拉的选单 那下拉选单 其实就在我们的城市的最上方 那我们当然跟一般Windows 软体一模一样 都会有所谓的快速键的部分 就是icon的部分 那以下我们就先从主视窗 来开始看起 同学们可以从电视脑的画面上面 可以看得到 整个视窗的最外部 就是所谓的主视窗 在主视窗里面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 请同学们看右上角 在右上角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做最小画 跟所有的视窗程式都一样 你也可以把它向下还原 比如说你按了一下 它就不是最大画 你再按一下 它就变成最大画 然后最右边就是打叉 打叉的意思就是什么 把你这个系统把它给关掉 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视窗的部分 那跟所有的视窗程式都一模一样 那下一个部分是什么 下一个部分我们所要探讨的是 我们的专案视窗 我们把整个画面来看一下 左手边这个空白的部分 假如各位同学 它是在发展一个专案 什么叫做专案 专案就是好几个城市 所组成的一个系统叫专案 那因为每个城市 跟每个城市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一个专案视窗 把它给显示出来 那在西家家里面 我们有讲过 到了西家家你就会有 类别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你有使用到类别 那它会特定的有这个标签 按了一下 那它会出现类别 那如果你需要除错或者是监看 这个标签一按了一下 它就会又跳到另外一个 除错跟监看的部分 所以讲完了专案的视窗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我们城市到底摆哪里 城市摆在右手边 这一个灰色的部分 那同学们可能觉得很奇怪 那这个灰色的部分 我到底要怎么放城市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把滑鼠移到左上角 在左上角的部分 我们先来开一个新档案 然后选择原始码 然后按下去以后 我们整个城市编辑区就出来了 那同学们就可以在这里 开始把你的城市打进去 这个就是所谓的城市编辑区的部分 那我们首先先在左上角的档案 按下去 然后往下移 我们先把我们城市一之一 这一个城市把它抓进来 那同学们一定会好奇的说 那我们城市一之一放在哪里 那就看你从网路去抓下来的 这一个城市一之一 你摆在什么位置 比如说我的城市一之一 我是摆在桌面 桌面里面的Cbook2010 然后我按两下 就进到这一个档案夹 这档案夹里面 我有一个program的部分 然后里面我有第一张 这一个档案夹 那里面就有一个P一之一 然后同学们看 右下角有一个开启旧档 那开启旧档按下去以后 那我这个城市就会进到我的城市编辑区 那这个城市 同学们我再提醒一下 所有的城市都是可以从网页上面去下载下来 所以同学们应该要先从你的网页里面 把你的这个城市先下载以后 然后你要呼叫 要载入才会方便 以上就是我们的城市编辑区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的下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整个视窗的状态显示区 状态显示区 在我们电脑的哪一个部分 那就是在我们的左下角的部分 那同学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最下面 会有一个编译器的讯息 有没有 如果你的编译有问题 在这边它就会出现了一些讯息 那如果你有一些资源档 你按了这个标签 它也会出现你的资源档的讯息 那你编译器的记录 如果你有错误 你的输出档案的大小不一样 或者是说你有除错 或者是监看的部分 以及你如果做搜寻的时候 搜寻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那如果你的城市很长 那你整体来看说 我下面这个状态显示区太大了 那我怎么样把它关闭缩小呢 我们可以按住这个关闭缩小的部分 那你按一下 它就缩回去了 那你整个城市编辑区就会比较大 那如果要恢复呢 很简单 随便一个标签按一下 它就回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状态显示区 我们讲完了状态显示区 我们就回头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个城市的最上方 最上方我们可以看得到 档案 编辑 搜寻 检视 专案 执行 除错 工具 CVS 视窗 求助 这一些我们通通称它叫做下拉选单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慢慢的 一个一个来为各位同学做说明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 也就是左上角的档案的部分 那同学们我们现在因为 我们的系统里面已经有第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按一下档案以后 绝大部分的东西我们都可以使用 比如说我们刚已经介绍过了 如果你要开新档案 那你可以按下开新档案 你有几种选择 第一个你可以选择跟刚刚一样 就是原始码 你原始码选择了以后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符号 它是空白了 对不对 表示说它会给你一个空白的原始码 那我们来按下去以后 同学们可以看得到 这边有一个新文件二出来了 有没有 我们刚是哪一个城市 P1之1 那我们刚因为要加入一个新的档案 所以就变成空白的新文件二 那我们按回去 我们P1之1 好 然后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档案的部分 我们再看一下 你当然如果你需要做一个专案 你也可以开启新的专案 你需要支援档 你可以开启支援档 可是这都不是我们最常用的 我们最常用的是什么 开启专案一般档案 这个其实我们在今天这个讲 是最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示范过一次 所以我们再看一遍 如果你已经有的程式 要把它叫进来 像各位同学都可以网路上抓到 我们这一本书的所有的这些程式 所以你已经放到电脑里面 你要开启它 你就是选择这个Ctrl O 就是开启一般的档案 那你按下去以后 它会开启档案 然后同学们只需要在左边这个位置 看你的程式摆在哪里 你可能摆在桌面 你可能摆在某一个资料夹 可能摆在电脑的哪一个硬碟 或者是从网路上看都可以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你只要在找到适当的档案 你就可以看得到 你的程式的名称 那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程式 抓进来了 所以我们就不再开启了 我们就回到我们刚刚档案的部分 那我们再看一下档案还有什么 这个程式跟大部分的 Microsoft Office的程式都一样 它会有最近你曾经使用过的 这些档案 那同学们可以看得到 在右手边有没有 我们在刚刚的时候 就已经使用过一些程式 那这些程式呢 它都会留作记录 除非你把那个程式 把它给砍掉了 否则你其实要把刚刚用过的程式 你只要再点一下 它就会又会载入你的程式编辑区 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 下一个功能是什么 储存 那同学们一定会觉得奇怪 储存为什么不能用 那很简单 我们来看程式的编辑区 同学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程式从载入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去改变过它 所以我需不需要储存 不需要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情况之下 那储存的功能会让你用 举个例子 我中间再插入一个空白 我只要按一下Enter 那我把档案给改变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 左上角的档案 你会发现 因为你的程式编辑区 你已经把它改变了内容 对不对 所以它的储存的功能就可以用了 那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在写程式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说 那我要写的程式 跟我以前用的程式 非常的接近 那我可以不可以 把旧的程式拿来用 那你把旧的程式拿来用 要记得 你必须要先另存新档 比如说我们这个程式 P1-1 我要把它另存一个名称 我们举个例子 我要另存P1-1 改成什么 P1-2 然后你要存成 什么样的档案形态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都把它存成什么 C的档案形态 就是点C这样的一个程式 然后只要按上你的存档 这个键 然后它就存成什么 程式P1-2 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标签的地方 我已经把它改成什么 程式P1-2 那同学们一定觉得说 老师改成1-2 那我原来的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左上角档案 我刚刚开启的档案 有没有一个程式P1-1 在这里 我们再把它叫回来 就在这里了 所以每一个标签 每一个标签都代表一个程式 那我们程式P1-1 就在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这个档案里面还有什么功能 我现在这里面已经有好几个程式了 对不对 那我其实是没有用专案 那专案的部分比较复杂 我们就不介绍 我们来看 我可不可以把所有的档案 通通一次储存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程式编辑区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我总共有几个档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档案 我如果要一次全部都储存 很简单 我只要按下储存所有档案 那它全部就存过一次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储存所有档案的功能 那如果你要关闭 跟关闭所有视窗 有什么不一样呢 关闭是你所谓 现在正在使用的视窗 比如说同学们看 程式编辑区里面 我现在虽然有四个档案 可是我只有在用哪一个 P1-1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关闭就只有关闭P1-1 关闭P1-1 那P1-2跟其他两个都还在 那如果说 我说那我要关闭所有的视窗 可不可以 可以 剩下三个 全部都关闭了 那我都没有了 没关系 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 我刚刚用的哪一个 程式P1-1 再把它叫回来 所以我的程式P1-1 点习又叫回来了 那剩下还有什么功能 剩下的功能 比较重要的就是 有时候各位同学要交作业啦 你必须要去列印 那你就是列印的功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最主要在下拉选单里面的 档案的功能 下拉选单里面 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功能 那就是编辑 同学们 我想大家都用过Microsoft Office里面的这些功能 那Microsoft Office里面的 编辑功能 有几个重要的 那我们首先如果要做编辑 那我们先回到我的 程式编辑区里面 举个例子 我要把这一行 我要把它复制 然后多一行出来 那我当然要先告诉我的程式说 我要复制哪一个 所以我现在先把它 把它标明起来 用滑鼠把它标明起来 接着再看我的编辑的功能 那编辑的功能 我就既然你已经标了 对不对 我就可以看是要剪下 还是要复制 我当然知道我要复制 那同学们 熟悉的人都知道 复制可以用什么 Ctrl C 按下Ctrl C 接着呢 我看我要放在哪里 我要贴上 对不对 好来 假设我要贴在这里 可不可以 可以 然后我把它贴上 就多了一行 那我突然间发现说 不是啦 我不是要贴在这里 那没关系 也不用紧张 我们怎么样 Ctrl C 我把它复原 刚刚你所做的动作 就不见了 这个就是编辑的好处 那同学们特别注意 还有一个功能 那就是什么 定书签 为什么要定书签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式 你当然不需要书签 如果你的城市几百行 你怎么找 很难找 那我们这个时候 就要定书签 所以我就可以设置 我第一个书签 那第一个 那第二个书签呢 假设我要摆到这里 那我就可以去设置什么 我第二个书签 那好处是什么 我就不必一直移 举个例子 我说我希望能够 直接到达哪里 到达第一个书签 跑到第一个书签来了 我要去第二个书签 他就跑到第二个书签 这个就是我们 下拉选单里面的 编辑的功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在下拉选单里面 有第三个部分 那就是搜寻的功能 其实搜寻的功能 我们最希望做的是什么 去寻找某一些变数 所以当我要寻找 举个例子 我们先回到城市编辑区 假设我要寻找 Hello这几个字 在这里 那我要怎么去寻找 我首先把我的游标 放在城市的最顶端 然后按下搜寻 然后寻找 它就出现了 你所要寻找的文字 那我们刚讲过了 我希望去找什么 找Hello 然后按下左下角的 寻找的这一个键 按下去以后 你会看到 它找到的地方 它会把它mark起来 它会把它标记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搜寻里面 最重要的 寻找的功能 那有寻找 寻找完以后 我可能要去取代 对不对 那我就接着是什么 选择取代的功能 那取代的功能 按下去以后 我是寻找Hello 那取代成为什么 我要取代成为Hello 然后呢 两个惊叹号 这个时候呢 我按确定 那同时同学们 也可以看得到 它可以选定说 你要往下 还是往上寻找 然后在下面 要寻找整个档案 还是选举某一个区域呢 那其实的位置 是从游标开始呢 还是从头开始 假设我要从头开始 那我就什么呢 做确定 然后你会发现 我刚刚Hello 又变成Hello 加两个惊叹号 这个就是搜寻的功能 那当然搜寻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寻找跟取代了 那当然你以后 学到韩式的时候 你也可以让它直接的什么 移到这个韩式的这个部分 那下一个呢 我们在下拉选单的功能是什么 叫做专案的这个下拉选单 那专案的下拉选单 因为我们现在专案里面 并没有内容 我们就不介绍 那另外一个就是专案 以及执行 同学们一定会很好奇说 老师你讲了半天 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城市 我们先讲一下 你要执行这个城市 因为我们的西 西++语言 它是一个高阶语言 我们一定要先编译 编译完了以后才可以执行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选择 编译或执行 那我们先来示范给各位同学看 我们先看一下 我要编译 那它就会出现 Compile Progress这一个视窗 那编译完了以后 同学们特别注意 如果它的Arrow的地方是零 Warning的地方是零 那代表什么 我编译成功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 关闭 然后接着我就可以怎么样 选择执行的功能 所以我现在把它执行了 它就出现了一个视窗 把我刚刚Hello 三个惊叹号 World一个惊叹号 怎么样 那显示在这个视窗里面 然后它会跟你讲说 请按任意键继续 那同学们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需要这么麻烦 那是因为如果它没有 请按任意键继续的话 那同学们要注意哦 因为我们电脑执行速度非常快 你连上面这个字都看不到了 所以它的功能就在这里 让你上面的键可以看得到 OK 所以我们只需要在键盘上按任何一个键 然后这个荧幕就没有了 所以会执行 会编译 或者是会编译 并且执行 这是我们使用这个软体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后面呢 下拉选单还有除错的部分 那我们以后如果用到除错的部分 我们就会跟各位同学介绍 还有工具的部分 那工具的部分 它分别是编译器的选项 那我们通常只用GCC 所以也不用选了 那环境的选项 编译器的选项 那这些都是比较进阶的功能 倒是有一个最后面求助 那如果你的电脑有上网 你可以利用这一个求助的部分 去把你的问题 然后在这里面 求助的档案里面去搜寻 这个就是整个 这一个Dave C++的下拉选单的部分 那以上就是我们把 很简单的把这些下拉选单 一个一个跟各位同学 把重要的部分给介绍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快速键 什么叫做快速键 我们在下拉选单里面 有两台这些按钮 我们通通称它叫做快速键 好 我们只介绍几个简单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 我们当然知道了 在这里 这个部分是什么 储存 那有两个磁碟片 那就是所有的档案 统统储存 这个就是快速键 那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有四个颜色方块的部分 这个我们称为什么 叫编翼 那往右边一个 四窗的部分 我们称为直行 那你如果嫌麻烦 两个要一起做怎么办 编译并且执行 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快速键的部分 那这个快速键 其实是提供各位同学 不必再从下拉选单里面 一个一个去找 它提供一个很快的一个功能 那以下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好好的把这个城市 跟各位同学介绍 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西西++的城市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到 西西++的城市 它是分成三个部分 在这个城市里面 同学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并没有注解 那注解要怎么办 注解 西以及西++的注解 是由斜线再加一个心号 那你看到我按斜线跟心号 它就马上变成都是血体字 然后结束也是用心号跟斜线 这个就是我们的注解 那如果注解 你是可以有注解 也可以没有注解 那我们一般的习惯 是会希望同学们 能自己加上注解 以后比较容易阅读 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 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全制的处理指令 就是include 警字号include的部分 第三个部分 就是我们城市的主体 这个就是我们的城市的 重要的地方 我们今天所播讲的主题 是Dave西++ 整合环境的一个介绍 我们包含了几个项目 第一个部分是执行跟关闭 Dave西++ 整合开发环境 第二个部分是这个开发环境的下拉选单 主视窗 专案视窗 城市编辑区 状态显示区 下拉选单 以及快速键的部分 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部分是介绍了 那个城市怎么样去编译跟执行 我们在下一次所要介绍的是 基本资料形态 以及输出的部分 我们下一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